在今天白天 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南風吹上來 各地的溫度都偏高了 中午的氣溫感受上來說 跟夏天沒兩樣 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三個之最 第一之最最熱的地方 台北市今天中午的高溫 到達了35.8度了 最塞的地方在哪裡 在南台灣的屏東 今天的紫外線指數 是達到了危險等級 可是今天天亮之前 最涼的地方 在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清晨只有24度 明天白天 一樣是屬於一個偏熱的天氣 可是你要注意 禮拜五的時候 氣溫要下降了 東北季風要增強了 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 可以看到北方有封面 而台灣上空 今天在太平洋高壓的 邊緣的影響之下 南風上來 溫度高 只有局部地區有5號陣雨 但明天 仍然是一個高溫的天氣 所以要提醒你 小心別中暑了 等到了後天禮拜五 封面雲帶從北部海面通過 東北風一吹進來 禮拜五的時候 在北部地區 有一點點零星的短暫雨 但這雨到了禮拜六 停下來了 所以週休假期 各地好天氣 你唯一要注意是 日夜溫差會非常明顯 早晚天氣狀況來說 大約只有在23度 小丁寧要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是 白天外出活動 防曬工作不能少 中午天氣依然的炎熱 戶外活動記得多多的補充水分 未來才會以為 出發 離曬工作